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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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仲介 他们是靠什么在赚钱 其实仲介就是资讯的搬运工 他们利用资讯的不对等 赚取讯息的价格差 然后物件成交后 赚取相对应的服务报酬 然而买方想买的低 卖方想卖的高 在这种极端的天秤两端 仲介的存在又是不可或缺的 既然不能丢弃它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好好的学习 怎么跟仲介应对与相处 首先我先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 有一对恩爱的夫妻 就住在桃园的义文特区 15年的一个乌龄 太太是个专职的家庭主妇 有一个小朋友在读国小五年级 肚子里现在还有一个 先生是电子业的台商高管 十多年来都往返在大陆跟台湾两地 每次停留的时间都不长 他们一直有一个买房的计划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买到 之前谈过两次的见面谈 但是都像雨了 最后他买到了心中理想的房 但是却比楼下八楼 对比美瓶高出了五万 总价差了五百多万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我们在买房的时候 里面有一些最容易犯的错误 其实就是提供了太多 不应该让仲介知道的讯息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让你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 失去本来的优势 另外还有可能多支付更多的钱 变成仲介的韭菜 今天就告诉你 面对这些刁砖并且又聪明的仲介 我们应该怎么回答问题 怎么聊天才能掌握主动权 仲介经常在讲的一句话 七分聊天三分空间 熟悉的仲介啊 光从聊天的过程就知道 整个谈价你的心理空间 以及你会不会买 买不买得到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买的不如卖的金 这就是在讲信息差的掌控程度 永远仲介都会比买家 掌握更多的信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 第一 不要告诉仲介 你有时间的压力 比如说故事的主人翁 台商回台买房 那代表他一定要在近期做决定 不然他又买不到了 我们常常遇到房子卖了 何时之前他就要买到 在这样的压力下 你很难挑到好房子 我建议有时间压力的买方 你可以先租再买 买到了顶多被扣一个月的押金 也比你仓出买房 买贵又买得不好 这样要好得多 第二点 绝对不要让仲介知道 你真实的预算 因为你的预算 代表你的最低出价范围 你预算1000万 仲介会怎么带你看房 故事的主人翁 原本预算在3000万上下 最后他买到了3300万 刚好比8楼高500万 仲介代看的技巧 是会先给你一个矛盾效应 再代看你BAC 再做一个矛定策略给你 前面一集我们有谈到 仲介的销售技巧 各位可以回头看一下 最后就是你的预算极限 然后往上加 你为了买到 好一点你加个50万 差一点你就会买到 1100 1200 1300 甚至1400 这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我真的看过太多了 所以预算要给一个范围 比如说 义文特区两房车的产品 屋龄20年以内 1000万以下 不能超过1000万 最好的成交范围 就是在800到1000之间 你要给仲介一个明确的范围 第三 你个人的隐私讯息 不要让仲介知道太多 故事的主人 小朋友的学区被抓到了 先生又长期在大陆工作 又是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 社区有住着太太的闺蜜 还有小朋友的国小同学 这些你都被知道了 你觉得这个案子还有谈判的空间吗 仲介的销售手法有一招叫做千金买房万金买零 因为好的仲介社区的大小事他都知道 也包含社区现在住了哪些人 你可以选择我要不要与这些人当邻居 也不要我主管叫我来这里当邻居 尤其你叔叔伯伯阿姨国小同学 甚至连你高中的扫地阿姨 都不要让仲介知道 因为仲介很会用你现在的习惯在销售 因为这是人性 我买了新房 我希望我的人际关系不变 然后我的朋友都知道 来分享我的喜悦 记住你只是来看房 你不是已经买到了 在还没买到之前 请你保持低调 然后谈价就是谈价 就事论事 保持理性 你才能买到一个好价格 第四点 你千万不要说 我很喜欢 我非买不可 你都这样说了 不宰你 那宰谁 故事的主人 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连续谈两间失败 这间又很喜欢 所以他只能一路往上加 我知道你看房很辛苦 历经了千山万水 跨过山跟大海 也穿过了人山人海 梦里寻搭千百度 终于被你遇上了一间你心仪的房 痴痴 你还是要不动声色 你要保持冷静的说 我们回家商量一下 如果我爸妈说可以 晚一点我跟你说 第五点 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不要告诉仲介 你对家人 还有这个房子的计划 故事的主人 就是因为长期的待在大陆 所以想买太太的名字 给太太一个安稳的家 这个故事很棒很甜蜜没有错 但是在你成交之前 你就让仲介知道了 他就会用这个情绪 用这个情感 来叫你加价购买 其实分享这些 我不是叫你把仲介当坏人 我们可以对仲介有戒心 但是呢 我们要从内心去尊重这些仲介 仲介的本质 是利用自己的专业 以及谈判的技巧 协助你加快买到心仪的房 而不是让你举期不定 然后错过了时间跟机会 其实好的谈判者 并不是那种非常固执 一步都不让的 真的谈判者是张词有度的 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说些什么样的话 我们只是一般的购物者 我们都不是谈判专家 今天我教大家这五个技巧 只是要让大家 在跟仲介做价格磋商时 占有谈判的优势 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 我们以前都看过周星驰的一部电影 叫做整骨专家 故事中想整人啊 你就要花钱去找一个专业整人的 我说这些是要跟你说 你想买到一间新银的房 就要交给专业的去做 你就是要找到一个好仲介 这才是关键 他会成为你不动产的理财顾问 他会帮你做你的资产的配置 他会协助你谈判 协助你赚钱 协助你在不动产买卖的过程中取得优势 拿到一个理想的价格 为什么你会拿到这个优势 因为不动产它是一个信任的产业 找到你信任的那个不动产的理财顾问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花时间找房 你更要花时间找一个你信任的仲介 你可以上网Google 仲介的电头资讯 你也可以查一下这业务的风评 你也可以考一下这业务的专业跟诚信 不要只是在那边听业务说 也不要只是听别人说 我是房大叔 我有准备房地产的中股屋签约前注意事项 还有购物检查表 以及个人的购物财务评估 让你知道你能带多少 该准备些什么 如果你有兴趣 请私讯我 或者你有房地产买卖的问题 请在留言区留言 我都会一一的回复你 我们现在正在招募 如果你想加入房地产这个大家庭 想学问房地产的中间买卖 想知道什么是包住贷款 想了解营销跟行销的不同 也请你交我好友跟我联络 改变是从选择开始 下定决心扭转乾坤 房地产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让我们一起领略不动产的风光